想说这个墙啊,真的是隔不住啥呀 学校宿舍连养鱼都不让你养 Let's party 到后半夜两三点 肿类应该不会超过10种 Hello大家好,我是海飘丽小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的视频呢都是记录我在加拿大中的点滴 还有和留学相关内容的分享和介绍 希望的视频可以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再给大家思考和启发 最近安省的疫情形势 从数据上来看还是有所好转的 几乎每天安省的阳性病例 大概是在1100上下左右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的可观的 而且呢是区域下降的 安省省长福特已经表示了 如果未来我们接受疫苗的免疫群众 达到60%甚至更高以上 而且呢我们每日的病例 不会超过大概就是在500600左右的话 会考虑Reopen 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的话 非常是让我们尤其是9月份 而且是1月份开学小伙伴呢 还是有了很大的一些希望的 起码呢我们能看到了一些曙光 现在大概已经历时了 能有15个月16个月之长的加拿大疫情 终于终于我们看到了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希望未来呢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吧 所以接下来的几期视频呢 我就想就作为一个newcomer 我们刚来加拿大 出入加拿大留学的小伙伴 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 准备的事宜啊 进行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小分享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今天这个视频呢 让我们首先再来聊一聊 大家出国留学都会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住宿问题 housing 我们说我们中国同学对于加的概念还是非常的重的 毕竟嘛我们白天在外上学打工 要适应着不同的文化 说着不同的语言已经是蛮辛苦的了 如果晚上回到家里再住的不能舒心舒服一点的话 那真的咱这次海外留学还是蛮是辛苦和糟心的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视频分享呢 希望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启发 帮助大家呢尽快的找到自己的那个温馨的小窝 对于国际留学生来说 我们住宿的选择呢 大概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呢是on-campus housing 另外一类呢是off-campus housing on-campus housing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校的学生公寓 我们呢叫它为residence 这个呢是学校的一个支出的部门 接受学校的直接管理 可以说是非常的正规 正规呢其实也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 它有很多的条款啊 不一定啊 一旦定下来其实还很难negotiate 基本的房间设置配备呢 像床桌椅衣橱衣柜这些都是有的 也会有电视 但电视的话不会包cable 就是不会给大家非常多的有线频道吧 基本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投射的一个monitor了 厨房里的话像冰箱微波炉都是有的 餐桌椅也肯定是的 水池这个洗洗涮涮涮涮也肯定都是有的 但呢有一些厨房不会说是给大家有放这个储具和灶台这些 因为毕竟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家在屋内燃火做饭的 但室内呢都会有公共的厨房的 除此呢像卫生间的浴室呀马桶啊洗漱池这些都是基本配备了 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公用的洗衣房健身房 台球厅电影放映室这样的 费用的话大概是一个学期三千到四千加币左右 一个学期我们说是四个月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一个预算就是一个月一千加币左右这样的 这个价钱呢其实也是根据大家的入学的semester 来有一个调整和浮动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说是你summer入学的话 那就是五月份入学 那这个时候呢入学的同学比较少 对于这个住宿的要求呢人数也比较少 那我们相应的这个residence的这个房价呢肯定就会有一些回调 比如说三千加币一个月或者是两千八甚至更便宜 而且呢这个时候入住宿的小伙伴呢 可能就是被要求的这个付款的方式也会有一些灵活性的 比如说你会允许每个月交付房费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赶上热计像九月份这样的 你可能开学你就要一下子签一个八个月的contract 然后一次性付清四个月的房费这样等等等等 所以就会有一个稀小的差别吧 要根据大家的入学的semester会有一个不同 所以大家呢在选择residence时候有这几点呢 还是需要考虑一下的 对于residence来讲我其实这里有一二三四五点吧 想要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刚才我们说了residence呢是学校统一管理的 那既然呢是统一管理就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觉得对于过去的人生影响比较大的 那就是一个入宿入住和搬出的一个时间的具体规定 比如说你五月份入学 那就是要求你五月十五号必须之后到校 然后或者是你在八月十五号你就必须搬走 它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截止日期 基本上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晚来 你可以早走 但是呢学校不喜欢你早来或者是晚走 因为确实嘛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 整体的管理 不可能因为大家的你一个人的调整 允许你提早多少多少天来 但如果要是一两天的话 应该学校也会能够帮助大家协调的 但如果是有一些小伙伴他喜欢 先来加拿大这边啊 适应一下旅游一下 提前个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早 只要你签证让你进来啊 甚至更早 那这个时候学校可能就无法满足你的 这么早的提前的一个入住要求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不是特别灵活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点呢 那就是想要选择residence的小伙伴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安排的稳一点 因为他不是特别喜欢 怎么说呢 大家就突然的临时改签机票 然后突然的你就降落了加拿大这边了 因为你在这边联系沟通的人 有可能就是一个clear 有可能就是前台对吧 有可能就是一个下面的基本员工 他如果要想帮你协调的话 他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主 他需要联系他的supervisor 联系他的manager 所以这个层层之间的这个联系吧 就会需要一些时间 不会立即给你一个回复 所以想要选择residence的小伙伴呢 一定要提前和学校 起码所有的细节都过一遍 然后包括就是紧急联系 一旦要有紧急事情发生的话 联系方式一定要记好了 而且呢一定要最好给学校 一个24小时的一个回复时间 48小时这样的 不是说学校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很差吧 但是呢 确实没有像你在外面 找一个房东啊 你获取直接的联系方式呀 然后直接就和房东谈对吧 有什么问题 那房东一个人就说的算了 但是学校这边 确实有层层的这样的关系在 可能会需要多花一些些时间 来帮你协调吧 这个呢是选择住residence 校内学生宿舍的小伙伴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 刚才也说了 给大家看这个学校 你的这个住宿房间设施 有什么大家看到了 有没有教伙伴注意到 其实呢有一些房间里是没有炉具的 基本的一个设施就是一个微波炉 为什么没有炉具呢 因为学校呢 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学生的 做饭的厨房 没有炉具的学校呢 那这样的住宿 就是基本上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安全隐患 火灾隐患了 他就是不喜欢你在室内做饭 小伙伴说呢 不成问题 我买一个微波炉呗 我买一个 不是我买一个这个电磁炉呗 对吧 我在屋里面可以涮火锅啊 然后炒菜啊什么的 那我自己的房间没人管对吧 但是这个 其实学校既然没有给你放这个炉具 不想让你做饭的话呢 其实他也是不想让你自己准备 这种什么电磁炉啊 烤炉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 所以 有这样想法的小伙伴呢 最好还是提前 和学校呢 取得联系 到底来问一问他 你什么能带 什么不能带 因为有些东西 如果万一你要是 被罚了呀 发现了呀 被事由举报了呀 那其实也挺不好的 这是另外一点 火灾隐患刚才说了 这个 还有 有些小伙伴就喜欢 放蜡烛啊 点个蜡烛 香薰啊 这些呢 这些肯定都是不允许的了 刚才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 想说 除了火灾隐患以外吧 对于房间的本身 其实我们简单的一个概念 对于我们租房吧 那就是你进去什么呀 出来就要什么呀 怎么讲呢 就 你肯定是要保持 你这个房间的整体的 布置呀 设置呀 大概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出来之后 强迫了个洞 对吧 墙皮撕掉一大块 还真有小伙伴呢 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他因为不懂嘛 比如说 小伙伴想 自己在墙上定一个钉子 挂两个书架 然后或者是定一幅画 对吧 贴一个海报 那个胶特别黏 然后呢 不好看 换了再重贴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墙纸给撕下来了 哎呀 就这些 也不能说是大家故意的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所以给学校造成了这样的一个 damage的话呢 你肯定是要 时候有一些赔付的 所以这个呢 大家还是千万千万要注意的 像搬一个大型的这个 furniture 大型的家具啊什么的 然后你看把人家门框 给磕坏 还要给人家赔一赔锁啊什么的 就这些是 希望大家就要注意的吧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学校根本就不让你 铁墙纸呀 不让你乱挂 暑假呀 不让你乱搬这种大型的家具的 因为基本的设施都有 哎 你就别往学校里面再搬什么了 这是第三点 呃 第四点呢 我想说 呃 想说啥来着 对了 虽然呢 我们在这边有独立的自己的房间 但是呢 一般也是两人分享一个厨房 或者是四人 或者是六人间 呃 大家呢 要知道 在你一墙之隔的 另一个房间里呢 是住着其他同学的 那既然是一墙之隔了 想说这个墙啊 真的是隔不住啥呀 声音是非常容易穿透的 它就是一个交火板 非常的透音 所以呢 出于这个互不影响的一个考虑吧 学校呢 是不允许大家 用这种低音泡啊 speaker啊 这些设置的 代价最多就是带个耳机啊 自己这个尽量保持安静就好了 这个呢 是第四点想说的 第五点呢 就是对于喜欢想养宠物的小朋友们 呃 其实对于留学吧 有很多小伙伴都有一种 向往就是一人一狗 或者是一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啊 拿着一个咖啡杯啊 拎着一条狗 然后很酷啊 很帅 啊 但是在这边呢 如果你要选择住residence的话 那其实学校是不允许你养宠物的 养狗啊 猫啊 还有小伙伴我见过的养兔子的 养龙猫的 养这个仓鼠的 对吧 学校宿舍连养鱼都不让你养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另一点 以上呢 大概就是几个主要重要的 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学生会不知道 然后又不经意会犯的 或者是他提前没有了解 然后住进了之后发现 哎呀 怎么这样呢 然后处处的比较扯肘啊 然后比较不舒服 然后又因为这些原因搬出来的 所以希望给大家呢 提一个醒 大家在考虑住residence 学生宿舍的话 可以进一步的在和学校 去查询具体的细节 看看学校到底有什么安排 我也遇见过很多国际留学生呢 住进了residence之后 没多久就搬走的 其实跟这些小伙伴聊呢 他们给我反馈的主要的两点原因呢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室友的这种交友文化吧 还是有一些些不太适应 怎么这么讲呢 就是我们知道西方人嘛 比较热情开放 他就是有事没事 来个七集就可以party 像考完试啦 周五周六啦 然后周末啦 然后放个假呀什么的 last party 而且他们这种party呢 还真的是能让你趴下的那种 就真的是到后半夜两三点 太晚了 而且呢 他一人一个drink啊 吃点cheese啊 吃点这个chips薯片啊 就是这种聊贼嗨啊 自带嗨的属性 这样的一个氛围就 让我们很多白天上了一天课 很累的小伙伴 或者打工很累的小伙伴 其实不太适应吧 首先第一天不知道该聊啥 在那干聊就很尬 而且还特别晚 然后第二个呢 那就是 哎呀我们这么辛苦 半夜说了一天英语了 回到家里 就想安安静静的 吃个面 看个剧 打个游戏 睡个觉 休息休息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大家主要搬离 residence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 可能有一个误区吧 就是大家对于 学校 学生宿舍 这个概念吧 就 真的是和国内的 大学宿舍 不太一样吧 就大学宿舍 学校就是 都是有食堂的 对吧 然后你买个饭卡 可以 食堂有些好的学校 三四五六层 什么川菜 粤菜 东北菜 五湖四海的美味都有 对吧 你只要拿个 这个 饭票 这个 充值卡 食堂的饭卡 你就直接就可以去点了 就不用考虑做饭的问题 但是在这边吧 你会有这样的卡 你校园内 也会有一个 买吃的的地方 但是一般就是 subway啊 teamhouse啊 汉堡薯条啊 顶多有一个炒饭炒面呀 这样的 种类应该不会超过 10种 所以 真的就不会像 大家想象的 那种觉得 我住了学生宿舍 有了学生饭卡 我就可以 解决 吃饭的一切问题了 这个呢 不是 所以大家 出国留学 还是一定要学会自己 做个中餐吧 偶尔满足一下 自己的中国味 hello大家 我们这期视频 有下期续集 小姐正在 努力编辑中哦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